俄罗斯跟印度是不是两子结下来了 因为怎么说呢 你看本来在谈双边的贸易 那到底要用什么货币来结算 为什么俄罗斯非得要坚持说 用人民币吧 不想要用印度的货币 可是不用印度的货币 印度不开心 那为什么俄国要这样坚持呢 由此一说是路美有报 这样印度因为之前有社局 坑了俄国一把 还坑三兆印度卢比 所以俄罗斯也就火大了 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会不会影响到印度跟俄罗斯 所采购的这个武器 因为俄罗斯大可以不交给印度了 会这样吗 其实这两国之间恩恩怨怨 他们既合作那彼此又勾心斗角 那印度人很自豪 他觉得我印度将来也要成为国际货币 所以他想借这个机会 让印度也可以升格 所以他希望说我们谈 他能直接用卢比交易 可是俄罗斯经过这一段时间来 他发觉上当 为什么上当 就是表面上俄罗斯是大幅对印度顺差 因为他卖了一大堆石油给印度 那结果呢印度实际上 那个顺差是表面的 为什么 因为印度实际上是进口来之后 再卖给欧洲 对 然后赚更多 赚价差 对啊 他赚更多 赚更多也就算了 最重要的就是印度是用卢比支付 给俄罗斯 是啊 然后呢俄罗斯所想说好嘛 那你给我这么多卢比嘛 那现在他因为俄罗斯自己的钱 已经被美国冻结了嘛 他就想说我拿这个卢比 我也不要去跟别人 因为别国也不会接受卢比 我就跟你印度买东西可以吧 对啊 印度不卖 不卖 太过分了 没有他很简单 因为我收你的卢比之后 我没有办法去国际上买东西 所以我不卖 而且他还讲说因为我什么 我考虑到是有国际制裁的因素 当初买能源的时候 就不考虑这个制裁的因素 所以就是你要我卢比我很高兴 但你要给我卢比 拍谁我不要 就是他自己国家的货币他都不要 所以俄罗斯现在气到了嘛 俄罗斯就说那如果你这样的话 我们本来跟你谈好了这些武器交易 我们就冻结 S-400导弹我不交货 那些印度已经付了预付款了 我就先把你冻结一起来 先扣住 但是俄罗斯也不是第一次这样坑印度了 因为过去印度 包括印度的航母 俄罗斯说你不会建航母 所以我帮你建 我有一艘旧的 我送你 然后送你 但是要整新嘛 要把它现代化嘛 现代化的钱印度你出合力吧 很合力啊 对 船我不收你钱喔 你知道他整新的那艘船 比买新的还要贵 贵很多 因为俄罗斯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俄罗斯从冷战之后 荒废技术已经很久 他拿印度那艘船来做实验 来练习自己的造成技术重新再回来 所以时间又拖了久 价钱又涨了三四倍 所以印度嗷死了你知道吗 所以印度趁这个机会到达俄罗斯一耙 我觉得也刚刚好而已 美国现在有点紧张了 拜登政府就在谈判 谈的也是不欢而散了吧 财长叶伦都讲了嘛 美债不能让他违约啊 一违约就会违级美元主导的地位 眼睛还盯着看那人民币的份额一直在提高 所以也更担心 那如果真的违约的话会不会搞到 美国哪来的破产呢 因为亚投行的这个行长就在讲嘛 除非美国破产美元会被摧毁 所以嘞 所以现在你看 当然是希望赶快取得两党的共识 但在这个时候 身为共和党的 也想要角逐总统大卫的川普 这位前总统他讲话了 呼吁共和党的国会议员 美国拜登属的民主党人 如果不同意削减支出的话 就干脆拒绝提高美债的上限 就干脆让债务违援发声吧 你看这话讲的够变了 其实这个两边都讲的都是比较夸张的话 就是说你债务违援美国会 美国什么美元主导地位也不太可能 美国现在这个财务状况没有遭到那个程度 美国现在是31.4兆 美国的GDP是24兆 24兆乘以2的话48兆 对不对 那离48兆还有十几兆 日本的国债 是他GDP的2.5倍 日本也没事 对不对 你这是政府财政周转不灵 你的现金流不够 这个国家不穷 这些国家都是偿富渔民的国家 美国是偿富渔民的国家 我告诉你 这些这些安格沙克星的国家 过去有些国家发生到财务严重困难的时候 他们怎么办 加拿大80年代发生过 那个当时这个澳洲 纽西兰 尤其纽西兰发生过 很简单嘛 就是卖护照啊 卖护照马上十几二十亿上百亿美元就进来了 美国这么大的国土三亿多人 他要卖护照投资移民的话 他把门槛一降 然后让你这个移民一降 全世界多少人拿着钱排队啊 我们在80年代的时候 纽西兰那个时候 因为财务突然就是要破产 政府财务突然破产 他就在全世界真移民 来台湾市场啊 很多地方都是纽西兰移民啊 十万美金一家人就给你 就给你什么 就给你就给移民签证了 就放宽移民 赚的快 十万美金很简单 你把十万美金汇到纽西兰银行 然后呢我给你十%的利息 你三年就可以取出了 那他就应了几啊 我想这些国家太多是办法了 而且美国跟纽西兰啊 跟加拿大又不一样 美国可以印钞票的 美国可以印钞票啊 所以拜登才会说 拜登才会说 我们就用白金币吧 反正他不限额嘛 我就搞几个白金币 最后面额三兆美金 我就拿到这个 拿到美联储 然后就开始印钞票了 美国事实上方法多得很 所以方法多得很 那现在呢 拜登干嘛还要这样讲 赖老师他说什么 他说 你们如果再不听我的 可能我就要取消 这个月稍晚的亚洲执行 我G3的峰会不参加了 这个当然呢 你说好像是在扬言 跟共和党叫板 要他们来妥协来配合 可是其实说真的 不去也罢 因为如果到时候 美国争辩穷了的话 其他的盟国会怎么看拜登呢 美国不穷啦 美国是财政上 美国整个国家还是富裕的 GDP还是大的 美国是因为政府太会花钱了 花到这个国库空虚了 但是我觉得拜登 采用了这个手法 吓不到共和党 你不去最好啊 你干嘛去 但是拜登后面又补了一句话 说他如果不去的话 他会用视讯 我觉得拜登如果真的不去 哭出来的会是岸田文雄 岸田文雄搞不好当天 就在他的首相府痛哭流涕 因为他搞了半天 那个花了这么大的力气 而且已经传出来了 他要开三天 那么里面有一天是专门针对中国大陆 要修理中国大陆 他们已经制定来了 我目前所看到他们的议程 他们要扩大三场 是把这些周边的国家都拉进来 也就是把这个 韩国也要 印尼 印度 双印 巴西 韩国 全部都拉进来 然后拉进来的时候呢 他们有好几场 是在科学这个部分 要专门来对付中国 那如果说今天拜登不去的话 那你其他的国家的领袖一想 那我有必要千里条条飞到那里吗 那就也视讯了 那也视讯 因为泽连斯基也要视讯嘛 那这样的情形下的话 那你岸田文雄搞了半天 而且他还要去广岛 对于原子弹投下去的人去哀悼 那不是直接就是说 你美国人干了好事 但是问题就是你岸田文雄 你有没有想 你对我们中国人干的好事在哪里 你到今天 以后办 跟日本办活动就到南京 就到南京的那个纪念 那个我们的那个纪念馆去 我们以后办活动就先去参观那个东西 就让人家知道说 日本人怎么杀中国人的 我觉得岸田文雄啊 你们是侵略国 每天装成是受害国的样子 而且今天要在美国人面前 带了一堆人说 你看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日本人被炸 我觉得拜登的这一招没有什么用 因为共和党就说你最好不要去 坦白说我也觉得叶伦是在说谎了 就是假议题嘛 喊一喊就是了 怎么会破产 如果真会破产 他就同意共和党通过的法案就好了 我们在52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 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 被降触及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是我们不放弃 让真相被听见 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因为这个APP非常贴心 中天的新闻直播节目 全都在里面 依次满足 不仅900平小的时候 above 就不做这�무 不混蛋 Thanksgiving 宝物 不知道 Gur tac